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呢 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也是债权人向保证人行使追索权的期间 债权人如果没有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就消灭了 叫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已经用过了 对吧 跟老李约定的是保证期间30天 跟老赵约定的是保证期间90天 那债权人在第60天的时候行权 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概念 保证期间就是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 如果说在保证期间没有主张权利 保证人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了 就消灭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形式 如果是一般保证 要求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 如果是连带保证 要求向保证人请求承担保证责任 注意啊 如果是一般保证 不是向保证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 是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 为什么呀 因为一般保证他有先速抗骗权 你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那保证人是可以拒绝的 你必须先就债务人的财产去申请执行 所以当我们对债务人请求行权的时候 这个就相当于同步开始了 对一般保证的保证人要主张权利了 对吧 因为我们要先把你的先速抗骗权的事项排除掉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呢 必须是你向保证人去请求承担责任的时候 才视为对保证人主张权利 你找债务人要钱 那你没找保证人 那这个不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保证期间的长度 保证人与债权人如果约定了保证期间的 那么我们就按照约定来执行 当然考试的时候你说这一条会考你吗 不会的 所以考试考什么 肯定考第二条 如果说 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保证期间为六个月 我们对于保证里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事项 无外乎就是这么几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保证方式的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这个呢 就视为什么保证 视为一般保证 第二个 是对保证的 是对保证的 范围的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这个呢 就是视为对全部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全部债务的就是五项 是吧 主债权利息 违约金 损害卫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那第三个 就是对于保证期间的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这个呢 是六个月 六个月 所以这个时间是要记住的 这些都是可以以主问题的形式来考的 好 那么接下来 那怎么就能判定是没有约定 怎么就能判定是约定不明呢 所谓的没有约定 指的是保证合同 约定的保证期间 早于了主债务的履行期限 或者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同时届满 因为作为债权人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他的起算点 应该是从主债务履行期限 借满之后开始 在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内 你怎么要求他承担保证责任啊 是吧 老赵跟老侯借款一年 期限是2022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你约定的保证责任的承担期间 是2022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 需要你承担保证责任吗 这个阶段老赵都不需要还款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视为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 好 那么所谓的约定不明 指的是保证合同 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等类似内容 什么叫直至本息还清为止啊 这不就相当于没说吗 对吧 说了没说就相当于约定不明 好 在答题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你要先答这个 主管题答题第一步 你要答这个东西 对吧 你不能答人家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保证期间为6个月 你怎么判定的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啊 对吧 你得告诉他 是吧 说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 早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 视为对保证期限没有约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答 接下来答什么呢 接下来答 保证人对保证期限没有约定的 那么保证期间为多少 为多少呢 有的人说为6个月呀 对不起 为6个月 这个是你要第三步答的 那中间的第二步答什么呀 答起算点呀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6个月呀 所以接下来是保证期间的起算点 一般情况下呢 是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借满知识期 所以正确的完整的答题方式 就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的保证期间 早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的 视为对保证期限没有约定 那双方对保证期限没有约定的保证期限 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借满知识期 6个月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主关题的法条的表达 好 那接下来第二条又说了 说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那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 宽限期限借满知识期 那你要求他履行义务给了宽限期 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出了主债务的履行期限 所以宽限期限借满知识 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借满知识 这没什么合说的 那第三条呢 说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 对保证期间的起算 当事人有约定 从其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履行期限 是不是借满就可以了 我们在抵押里边提及了最高额抵押 我们知道最高额抵押呢 它是借款的数额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有一个担保的最高上限 对吧 那最高额保证也是同样道理 只不过呢 就是把担保方式有抵押 换成了保证而已 是吧 那我们知道 在最高额抵押当中 我们有一个债权确定的时间 那最高额保证里边 实际上它也要有一个债权确定的时间 所以如果说被担保的债权履行期限 均已经借满了 你借的这些钱都已经到期了 好 那么新的债权不会再发生了 那我们自债权确定之日起 开始计算 保证期间 好 那么如果说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 尚未借满的情况下 还没到期呢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是自最后到期的 债权的履行期限的借满之日 这就类似于那个分期付款呢 我们要等到最后一期借满才可以 它是一个意思 要自最后到期的债权的履行期限 借满之来开始计算保证期间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保证期间的效率 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 未依法行使权利的保证责任就消灭了 我们说过这个问题了 对吧 好 那么当保证责任消灭之后呢 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 要求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在通知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了 同学们大家想一想 我的保证责任已经消灭了 你现在要求我承担保证责任 你给我发了个通知书 并且你要求我在通知书上签字盖章按指印 那我在通知书上签字盖章按指印 我能证明什么呀 只能证明什么 只能证明我收到了你的通知 这个东西能证明我愿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吗 不能证明 对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债权人请求保证人继续去承担保证责任的 人民法院支持吗 人民法院当然是不支持了 但是如果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的除外 在这个通知书上面又附加了新的保证合同 而且在通知书上有明确的文字的提示 说在通知书上签字盖章就视为签订了新的保证合同了 是吧 你有证据证明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 当然是出来的 那你没有这个证据证明 我仅仅是在通知书上的签字 只能证明我收到了通知 不能证明我愿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就是这样 好了 看题 这是一道单选例 说假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 还款的日期是2021年的12月30号 丙企业为该债务提供了连贷保证担保 但是没有约定保证的期间 后假企业申请展期与银行就还款期限做了变更 还款期限延至2022年12月30日 但是未征得丙企业的书面同意 展期到期假企业无力还款 以银行遂要求丙企业承担保证责任 下列关于丙企业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那么这道题就是很典型的 把保证合同的变更与保证期间进行了结合 双方约定还款日期是2021年的12月30号 提供的是连贷责任保证 最关键的是没有约定保证期间 好既然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的 那保证期间应该是自主债务履行期限 借满之日期加6个月 所以应该是到2022年的6月30日前 对吧 2022年的6月30 你把这个时间摆在这 然后接下来呢 申请展期 对还款期限做了变更 还款期限直接展到2022年年底了 最关键的是这个展期未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我们讲了 所有的变更如果征得保证人书面同意 来没得可考 是吧 那没有征得同意的话 那我们不能增加保证人的负担 所以借款期限还是按照 还是按照原期限 那么既然是按照原期限 那它的保证期限呢 也是按照原期限 也就意味着在2022年6月30号的时候 保证期间就已经结束了 而展期到期就意味着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2022年12月30号了 假企业无力还款 那你想想以银行还能要求 并且承担保证责任吗 当然不行了 因为这个保证期间已经过了嘛 是吧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就是这么来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内容 涉及保证人的诉讼问题 涉及保证人的诉讼问题里边 首先第一个就是 有关于诉讼劣质的规定 这块呢写的挺复杂的 但是事实上呢 你仔细读 你仔细读 你仔细看 仔细读完仔细看之后 你发现只有一条黑口 他说债权人 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 一并主张权力 把俩人都告了 你说他俩什么身份 还有什么说的 当然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 列为共同背高了 我们的考试经常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债权 要求债务人承担 要求债务人偿还欠款 同时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这不就一块高了吗 那就共同背高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是分别起诉的呢 分别起诉的话 那我们 看看是一般保证 还是连带保证 如果是一般保证 出借人仅起诉了 保证人的 那我们应当通知被保证人 作为共同背高 如果出借人仅起诉了借款人的 可以指列被保证人为背高 如果是连带保证 出借人 出借人他仅起诉了保证人的 那我们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背高 如果说出借人仅起诉了借款人的 我们是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背高的 有听说这不是每个条款都能考吗 我们说实际上能考的就这一条 你理解原理啊 作为一般保证 作为一般保证 保证人是有先诉抗辩权的 所以如果你仅起诉保证人 因为他承担的是补充责任 我们要必须要去证明债务人没有履付能力 所以是应当 也就是必须通知被保证人 通知债务人来作为共同背高的 但是其他这些情况呢 同学们 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 可以只列被保证人 也就是只列借款人为被告 那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是不是也可以把被保证人和保证人 列为共同背高 好再往下 连带责任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 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那可以追加是不是也可以不追加呀 那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 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那是不是也可以追加呀 所以这些可以 怎么考啊 你怎么设陷阱啊 你改成应当 那是明显错误 那你如果不改成应当 你写可以列可以不列 不都是对的吗 所以有考点的就是这句话 你把这句话卡死就行了 好往下来看一下保证的诉讼时效 保证的诉讼时效这一块呢 大家首先先得对比两个词 就是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 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吧 你为什么又约定了保证期间 又约定诉讼时效的问题 我们说保证期间呢 它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一个期限 你约定三个月 我就是在这三个月承担保证责任 这三个月内你要找我 对吧 而保证期间 它属于除斥期间 也叫做不变期间 那这个期间呢 它不受主客观原因的影响 也就意味着 它不发生诉讼时效的终止中断和延长 一旦超过保证期间 对不起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就消灭了 好 而保证的诉讼时效期间呢 它是法律保护当事人诉权的期限 它影响的是保证人的一个抗辩权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的长度呢 都是普通时效期间的三年 关键在于起算点 起算点呢 其实就是权力知道权力被遣害之日嘛 所以如果是一般保证的 是保证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力消灭之日 说那么复杂 保证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力 是什么权力啊 那不就是先诉抗辩权吗 它在先诉抗辩权内 你找它去要求承担保证责任 它是可以拒绝的呀 好 那么它的 这个 先诉抗辩权消灭了 这种情况下 你要求它承担保证责任 它如果不承担 那你就可以去起诉它了嘛 对不对 诉讼时效期间就可以起算了 那连带责任保证呢 是债权人请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连带责任保证呢 你找保证人行权呢 它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 而一般保证呢 你找保证人行权呢 有先诉抗辩权的干扰 所以影响到了 他们起算点的确定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保证人的抗辩权啊 那么所谓的保证人抗辩权 你要知道它的性质 是一种独立的抗辩权 所谓独立就意味着 它其实并不受 债务人的抗辩权的干扰 所以这句话分成两块看 首先保证人可以主张 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其次如果债务人放弃了抗辩 保证人仍然有权向债权人 主张抗辩 如果说主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了 那么债务人就拥有了 对债权人的抗辩权 那这种情况下 作为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 去履行债务了 他如果找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同学们 保证人承担完保证责任之后 他是不是要向债务人去追偿 保证人承担完保证责任之后 取得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吗 可事实上债权人对债务人 他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保证人是无法向债务人去追偿的 因此保证人就可以主张 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就是你找他要不来钱 你找我承担保证责任 对不起 我也不承担 好 那接下来 如果债务人放弃了抗辩的 他放弃我放弃了吗 那我保证期间的抗辩权还在吗 是吧 所以作为保证人 他仍然有权向债务人去主张抗辩 他放弃了你找他去 是吧 那我没放弃你别找我 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独立抗辩的意义 同时注意一下 没有后悔要的问题 说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限届满 仍然提供保证或者承担保证责任 这种情况下 对不起 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为由 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或者请求返还财产 那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后 也不得向债务人追偿 除非债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的抗辩 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了 你知道了你还给人家去提供保证 你还去承担保证责任 你想干嘛呀 你是想坑 债务人吗 原本上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了 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他是要不来钱的 对吧 好 所以你愿意承担保证责任 你把这个窟窿给填了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那你既然仍然提供保证了 或者仍然就承担保证责任 把钱给了 你就不能够再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为由 去拒绝承担保证 或者是要求返还财产了 那前半句话 是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后 仍然提供的保证 对应的是 不能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为由 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后半句话 是你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前提供的保证 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后 你仍然承担了保证责任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不起 就不能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为由 请求返还财产 所以这个东西 你得拆开了看才行 好 当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后 你承担了 你能向债务人去追查吗 债务人本来是不需要付这个钱的 所以对不起 你承担是你自己的问题 也不能向债务人追查 但是如果债务人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 他放弃诉讼时效抗辩 他愿意继续承担责任的话 那当然这是出来 对吧 好了 看题 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是2012年的一道考题 说甲乙两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 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购买机床一台 价格为300万元 同时秉公司向乙公司出具了一份 内容为秉公司愿意为甲公司提供 愿意为甲公司应付乙公司300万元的机床货款 承担保证责任的保涵 你看 加盖了公司的公章 这是什么 这是单方出具的 那 接受了吗 提议了吗 接受了 没有提议 所以这种情况下 保证合同是成立的 然后你看他的约定 他的约定是 秉公司愿意为甲公司应付乙公司300万元的机床货款承担保证责任 他有约定保证责任的方式吗 是不还是不能都说了吗 没说 是吧 所以这就叫做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是什么责任 一般保证责任 对吧 就是你在读这个题的过程当中 你要能够通过题目的表达去判断出来 他想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 好 接着往下来 之后由于市场变化甲乙双方协议同意将机床的价格变更为350万元 这个呢 是对数量和价款的变更 但是呢 没有通知丙 他都不是通知的问题 他是要求要征得丙的同意的 对吧 好 那你既然连通知都没通知就意着没有经过同意 没有经过同意的话 那必中就轻原则 我们还要按照原价格300万元 是吧 承担责任 所以读到这的时候 你的曹高纸上还要写个300 接着往下 乙公司向甲公司交付机床后呢 甲公司无力按期支付货款 乙公司遂要求丙公司代为清偿 问你下列表述当中正确的是谁 看选项吧 A说 秉公司出具的饱含是其单方行为 因此保证不成立 这个债权人接受没有提出异议 保证合同成立 B说 秉公司应在3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因为没有征得保证人的同意 那这个 我们就对变更钱的金额来负责任 因为必中就轻原则 哪个少按哪个来 对吧 C说在乙公司未就甲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 用于清偿债务之前 即使乙公司有证据证明 甲公司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 秉公司仍有权拒绝乙公司代为清偿的要求 原本这个是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应该是一般保证责任 那么一般保证责任呢 作为保证人拥有先速抗辩权 所以原则上在乙公司未就甲公司财产 依法强制执行之前 要求清偿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没有履付能力了 是除外的 所以他加的这句 即使就出了问题 对吧 如果我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没有履付能力了 那你的先速抗辩权就消灭了 先速抗辩权消灭了 就意味着作为债权人 可以请求保证人代为清偿了 所以错了 第一说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是用六个月的短期 诉讼时效期间 自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知识期计算 诉讼时效期间是三年 六个月是保证期间 所以这个是在混淆 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的概念 是吧 它在混淆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的概念 保证期间是保证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是诉讼时效期间 它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D的表达是驴唇不对马嘴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B选项 讲到这号呢 保证的问题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 保证呢 是属于我们在整个合同法律制度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但是呢 你会发现它不是所有的点都重要 你比如说我们到后续介绍的这些 有关于这个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这些规定呢 其实相对来讲 它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高 对于保证来讲 大家抓几个比较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保证方式 第一个是保证方式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一般保证 包括连带保证 包括共同保证 包括共同担保 尤其是一般保证和共同担保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方式的问题 好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保证责任的范围 有约定怎么着 没有约定怎么着 然后对应的到了第三块 就是它的变更的问题 对吧 那包括这个主体的变动 包括内容的变动 那它怎么去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 好 第四一个就是保证期间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约定不明的情况下 怎么去计算的问题 这四块是我们保证当中 相对比较重要 比较核心的内容 如果说再加一块 就是你在做题过程当中 反反复复发现的 这个单方出具保涵 保证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 所以在保证方式之前 你再加一个保证合同的成立 一共是五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把这一块先搞定 然后其他的杂起杂吧的小内容 然后再去看就行了